在三重 崇洋国小有一个蚯蚓 鱼和菜共生的菜园 校方取名为鱼彩农员 平时由六府里的志工们帮忙照顾 而菜园里一片欣欣向荣 也成为校园里美丽的风景 六府里的志工们手里拿着自己种的菜 露出满意的神情 他们是崇洋国小鱼彩农员的好帮手 每天早上义务来帮忙学校种菜 三位志工是专业的 他们本身就是种过菜的这种 等于是开心农场的农夫 然后我们礼办公处这边为了配合 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官处在推的这个鱼彩工生 所以刚好就跟学校配合来做这个 重阳国小的鱼彩农员 是利用蚯蚓 鱼 核菜三者自然循环的共生系统 不必使用肥料和农药 蔬菜自然长得头好壮壮 蚯蚓 鱼菜共生 这是那个刺大棍 那刺大棍的肥 跟菜共合他们的生长的 菜做得很漂亮 鱼彩农员的菜都差不多九点五个来 来顺水框有那个正常 来那种再做 来再做那种菜再做 再做那种鱼彩 因为有六福礼质工们的用心 菜园里一片欣欣笑容 也让校园环境变得更活泼更美丽 记者省州里面会三重采访报导 接下来